特朗普的做法比人家感到得穿進尺 所以如果你是肆虐的話 他反而是不會停下來的 可能會進一步做下部攻擊 因為中國的和平崛起 對現有的國際秩序最大的扣造者 就是美國令他覺得這個大國的地位 好像受到一些挑戰 我們是很不願意去打這場貿易戰 不過既然特朗普這邊已經挑起了 我想到今天為止 中國都是採取一些 我覺得既是強硬 但亦是很理性的一些反應 我們都看到特朗普已經要對美國的農民 給120億美元的援助 其實這個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其實今次的貿易戰 對美方的一些企業和產商 已經帶來一些大的影響 變成美國政府要出售去救 所以其實究竟美國自己可以捱多久 打這些貿易戰其實是未知數的 我們國家這一邊可以做的話 都是要有一個準備 就是說這個可能會是一場很持久的一場貿易戰 我們是要做好很多的這個應變措施的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